好的 接下來做完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裝進去囉 我們開始要把它做結合囉 在結合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些工程的東西要讓大家知道 首先要請你去找 老師的材料裡面有一個比較長的螺絲 這個螺絲呢 可以直接放進去 放的時候要放對邊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你會發現它的每一根螺絲的後方都在前面的 那螺絲的頭在後面 因為我撥的地方 撥片跟它接觸的地方是在前面 所以記得要往前哦 因為有時候同學會很急著做 就看錯邊了 做成這樣 這時候會撥不到 所以記得是這一面哦 那在裝的時候呢 請直接把長的螺絲 長的哦 不是短的哦 長的螺絲直接放到滾住軸承裡面 那滾住軸承裡面 各位看一下 它軸承其實是有兩圈的 有分成內圈跟外圈 那其實這邊要分開哦 你不可以把內圈跟外圈 黏在一起 或卡在一起 這樣它會轉不動 它會被咬住 所以呢 外圈的過外圈 內圈的歸內圈 這樣有聽懂嗎 內圈的不可以跟 你看內圈轉得很順對不對 可是外圈可以都不要動 那這個也是哦 你看當我們把螺絲放進去之後呢 它吃到內圈 外圈是不受影響的 外圈不受影響 好那繼續哦 放完之後呢 你有發現這個是會動的 它會動嘛 所以我們必須讓它不會動 不然你的這一片 你的這一片做完之後 它就會像這樣晃來晃去 像這個再晃的就是 裡面的這個螺絲跑掉了 所以呢記得 在這一步要先上第一顆螺絲 螺母啦 先上第一顆螺母 螺母放進去完之後呢 這裡需要調整了 如果你把它鎖得非常緊 比如說你拿螺絲起子 把它咬得很緊 這樣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的螺絲 它的螺母並沒有卡到外圈 那有的螺母比較大 當它夾到外圈了 你就會發現它轉不動 像這樣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轉轉看 發現這樣是沒問題的 所以記得這顆螺絲一定要先轉好 好那接下來各位 老師就教你正確的 那一般來講老師 我第一步其實都會教你錯的 那這次我教完整 要放兩顆螺母進去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放兩顆 不是放一顆呢 是這樣的 當我在轉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螺絲頭在這裡 其實這個螺絲頭 是會撞到後面的 舉個例子 當我這個真的太近的時候 我在旋轉的時候 它會撞到這一根 這裡會過不去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夠長 所以呢 像這樣 你放兩顆螺母進去之後呢 它就把它轉的位置 往外撐開了 這樣等一下它在轉動的時候 像我現在塞給你看 這樣才不會撞到 不然這個 這顆螺絲頭會撞到這一根 你會發現它轉不了 那老師放了兩顆之後 這樣就不會撞到 對不對 其實這不應該跟你講 這應該讓你自己試看 好 沒關係 這兩顆 這裡再講的就是工程 有些時候當我們發現 會撞到的時候呢 這就是一個解決方法 我們就把它再往前突一點就好 那我們直接上一顆螺母 就是一個方法 好 接下來 各位 下一步其實就是長這樣 但是我跟你說 這樣放是不行的 各位回憶一下 機械人公仔有講到 你要上螺絲 螺母的時候 還要再加一個什麼東西 沒有錯 墊片 應該有同學答出來了 對 我們要再加一片墊片上去 這個墊片呢 主要是要隔開的 把螺母跟木頭給隔開 其實你可以把螺母直接放進去 只是因為這個螺母比較小 用久了 可能會硬壓 壓到它凹進去變形 可是我放一顆墊片就不會囉 墊片啊 像這樣 放進去完之後呢 墊片會卡在螺母跟木頭中間 所以你在用力壓 它也不太會變形 因為你的墊片會有一個支撐力 所以 同理可證 這邊也要再放一個墊片 最後才把螺母給鎖上去 各位回憶起來了嗎 我們公仔有提到 這就是工程提到的 為什麼要有墊片 它就是要加強它的結構力 你看 像這樣轉就很順了 所以當你在轉的時候 發現 我的這片為什麼晃來晃去 記得就是第一顆螺母送掉了 你只要回去把第一顆螺母給鎖緊 它就不會卡住了 它就不會像這樣晃來晃去 但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真的鎖太緊了 它會咬住不動 這時候麻煩你把螺母稍微鬆一點點 它就會動 它就會 你看像這樣 有沒有 卡住了 它就是鎖太緊了 這邊稍微解開就不會了 同學可以去抓一下 到底鎖到什麼樣的力道 才不會卡住 像這樣 那接下來請同學抓到這邊 那老師整個再快速複習一次喔 首先 穿進去完之後呢 穿進去完之後 記得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這一片是對邊的 它的螺螺絲要往前突出 接下來 裝入兩顆螺母 接下來 放入墊片 墊片完了之後 就可以穿進去試試看 如果你穿進去完之後發現 老師 我的螺絲還是撞到這一根主結構柱 怎麼辦呢 請你放三個螺母 也可以 因為我們油汁就是放了三顆 反正這邊可以由你自己去試 做完了 接下來呢 穿完之後呢 記得 要結束的時候呢 還要再一個墊片 墊片墊片 墊片完了之後 最後再上一顆螺母 恭喜 這邊主結構就做完了喔 好 那我們開始操作囉